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生涯巅峰 但是他对于自己能够第二次担任副首相 依然感到满意 至于是否有机会援首相孟 70岁的阿摩扎西则是表示 交由上舱去决定 阿摩扎西在接受新报访问时就说到 自己的政治生涯面临多重挑战 但他绝对不会放弃巫统和自己的个人目标 那么另外阿摩扎西在访谈中 也为自己大喊委屈 他就不明白了 巫统在第15届全国大选惨败 为什么就只有他一个人被逼辞职 被逼下台呢 难道当时的海豹男孩 巫统各州的主席 一些区部以及机构的领导人 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此外阿摩扎西也强调 他坚持不贪污 不挪用政府的资源不接受非法活动的资金 作为党的经费 才导致巫统缺乏竞选基金 输了大选 那么另一方面 巫统目前是和西蒙合作 在联邦政府的层级组成团结政府 而在未来这几个月将会举行的周选的六个州属 双方会否继续合作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阿摩扎西就指出 即将到来的这个州选举对于巫统来说将更具挑战 他透露 在槟城 巫统将首次与行动党合作拼州选 但还无法确定党员和选民的反应 因此必须要迅速行动起来 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准备 他也指出 虽然巫统在过去的马六甲和柔佛州选 取得大胜 但现在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了 阿摩扎西就形容 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 巫统最高领导层 最终只能选择与安华和行动党合作 但他也强调 巫统和行动党合作 以及西蒙合作 并不意味加入西蒙 而阿摩扎西同时也预测 六个州属预料不会同步举行周选 那么其中两个州属 可能会在栽戒月之前 也就是三月中旬之前举行选举 而另外三个州可能会在州议会届满 也就是年中之后才举行州选举 那么你又怎么看 巫统可能和行动党在宾州州选合作的情况呢 那么另外和巫统同属国阵的马华 又会否在合作框架当中呢 接下来还是有关于巫统的消息 巫统大会昨天就通过了主席和属里主席两大高职 不开放竞选的动议 那么这个情况随后就引起了各方不同的声音 那么其中前身为巫统领袖的一党亚楼区国会议员 就即刻在脸书发文了 那么文字表面上是恭贺阿末扎西可以终身 当终身的这个巫统主席 但事实上是在业余阿末扎西啊 那么具有政治分析员认为 巫统两大高职不开放竞选的决定 将巩固首相安华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但巫统内部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这是因为巫统区部的领袖或许赞同这项决定 但基层党员可能不这么认为 那么另外也有政治分析员就认为 不开放竞选两大高职 意味着巫统党内的民族已经死亡 而这也将影响安华的领导地位 那么看过了侦探的新闻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警方方面有哪些消息 那么首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有因为不满女儿玩手机玩到深夜 一名男子竟然用皮带抽打亲生女儿 更辞着砍肉用的巴冷刀 扬言要杀掉女儿 巴达林塞野警区主任 莫哈默法克鲁丁就发文告指出 警方是在本月的13号下午1点18分 接获一名15岁本地少女的投报 控诉遭到生父殴打以及持刀恐吓 那么经过警方的调查后就证实 脾气暴躁的嫌犯是因为不满女儿玩手机玩到深夜 才会做出施暴的举动 那么警方已经在同一天的晚上10点半左右 逮捕了该名涉案的56岁本地男子 那么嫌犯是一名餐馆驻守 同时也起获了用于恐吓的巴冷刀 那么警方目前是援引儿童法令来调查这起案件 那么而在击打击打州警方 则是严厉取缔非法赌博活动 那么本周内就突击了州内数个地区的 十四以及杂货店 逮捕涉嫌非法博彩活动的巴男一女 并冲攻了涉案的物品 击打州警方今天就在脸书发布了 被逮捕嫌犯也被马赛克的照片 以及被取缔藏所的照片 那么贴文还指出 刑事罪案调查组的警员 是在掌握州内涉及非法万次活动的资料之后 锁定了目标人物和单位 在展开逮捕行动 那么警方目前是援引1953年 驻家公开赌博法令展开调查 今天的新闻就给你抱抱到这里 感谢收看